大家好,这些呢是我年初的时候用种子种的葱 这边是我刚挖出来的,我们现在把旁边也挖出来 把好之后呢,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它的须须 也就是它的根系,它根系呢非常会长 我们在第2次移植的时候,要把它根系稍微修剪一下 给大家先做一个示范 拿一小把,到根里齐了 好,差不多就行哈 然后这个根,稍微给它剪一下 比如,这样大概算是2厘米吧,2厘米就好了 剪一下根,它根挺会长的,所以它还会再长的没关系 然后我们上面也要剪一下,让你看一下,就要剪一半 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再来一次,剪一下根 剪完根以后 我打算利用芹菜这一片地来混种一下小葱 然后我们把土稍微给它松一下 在两排芹菜中间我们挖一条小钩,稍微深一点 往沟里加入底肥,我这里用的是马肥 接着我们用小铲子,把土地跟肥料混合一下 移植前,咱要先浇一次水 来,现在我们把小苗放进去,每一颗小葱之间间间距大概10厘米就可以 把土盒上 然后把它推平 小葱尽量一定要埋得深一些 这样葱白才会多 下面我们来介绍第二种种法 这一片地呢,就是提前一定要给它湿润 如果不湿润的话,你弄一个洞 然后它的土就会又掉进去了 我们拿一个小葱 直接把葱扔里面 放到最深 这个时候不用管它,不用填土 直接浇水 这种方法非常的简单 浇水之后呢,土自动就填上了 很方便 这个呢,是刚才我们杭种 所以种葱呢,就是有这种两种方法 大家看自己喜欢哪一种方法 种完大葱之后 我们可以顺便做一下芹菜的田间管理 给它们施一下肥 我们这片地大概算一平方米 那一平方米呢,需要一百克 说实话,这个味道比较大 肥料才能温养 才能让它的根儿吸收 再把稻草再盖上 稻草的作用呢,它可以保湿 我这里的稻草呢,是这样一大包的 我用的是专门给给鸡舍用的 这种东西 大家找一下价格合适的就可以了 夏天葡稻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